第五題 下列四種振動員同一地點發出聲音 各自的響度和音調如表所示 則下列有關聲音的敘述何則正確 A選項說 二胡的聲音傳得最快 這是錯的 因為坡數只跟介持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與坡員的振幅及頻率無關 我們在同一個地點表示介持相同 所以我們的坡數是一樣的 所以A選項錯誤 C選項說 A音差的音調最低 這是對的 因為我們發現A的音差音調只有100赫茲 是裡面最小的 所以他音調最低是對的 所以傳聲的距離最近這是錯的 因為傳聲的遠近是跟響度有關 聲音越大聲可以傳得越遠 這裡響度最小的是 小提琴 分貝只有五分貝 所以呢這個是錯的 株選項說小提琴發出聲音人耳聽不見 聽見聲音是頻率 我們有人耳的頻率聽的頻率是20-20000赫 小提琴的頻率有600赫 已經超過人耳聽覺的下線 所以是聽得到的 所以 珠選項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只有 B選項是對的 長提的聲音聽起來最高 因為他的長提 音量有900赫茲 是這裡面頻率最高的 所以第五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有關聲音的去處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長提的聲音聽起來最高 好 好 這次的聲音聽